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威先生 胡达哥好 大家好 好 我先向观众朋友报告 我们的主题就是国家认同 文艺复兴 但是我要延续谈台湾人在满洲国 听众朋友会奇怪 为什么谈满洲国呢 我谈的真的有后果出现了 各种效应出现了 我来很简单的介绍来请教三位来宾 我最早知道台湾人在满洲国是中央研究院 台湾史研究所由徐写基教授所做的一个口述历史计划 叫台湾人在满洲的生活经验 用口述历史方式整理出来的 但是并不是全面的 但这个是一个突破 第二是基督片工作者丁文静小姐 也是我好朋友 她做了台湾人在满洲国 做了五小时 在一个电视台做了五天的播出 每天一小时 可惜这些议题都被忘掉了 那我在这个节目谈 其实我谈不是满洲国 是台湾人在满洲国背后的认同问题 好 古兰第一个发酵 就今天来宾之一的王华南先生 请看他自己的一本书 他自己是自己手工版的还没有出版 纪念他的父亲 纪念王熙忠先生在满洲图文集 台湾人在满洲中国东北的奋斗之意境 等于纪念他的父亲 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在 我现在知道辽河河口有一个营口 什么叫营口一定是住 当初已经八旗或清军驻扎 都在营口 曾经当过营口一个银行的行员 包括类似现在行长 更大我压抑是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说 我敢保证一定有 台湾人在北美周围反应 果然反应来了 我这么给大家看 是我昨天紧急才收到了 而且从加拿大空运来的 Shadows of the Crimson 我还不知道这个字啊 Crimson 我才知道 很少用 火红啊 非常吃的 大太阳 红太阳 红太阳的阴影 副提前看这边 重点副提 一个人的回忆 他在满洲 台湾 跟北美周 是谁呢 这当然是第二代他写的 但是原来是 有位目前住在加拿大 温哥法的 当地的加拿大台桥文人 请入境 杨振昭医师 这是他 好 右边的他照片 就是他 他爸爸也是医生 他在满洲国的照片 回来台湾 完成台南医中 台大医学院以后 到美国 到加拿大职业 我整整知道 杨振 赵医师 他到今天为止 他应该接近90岁 还在思考认同问题 所以观众朋友 我只是借 台湾人在满洲国 这一题来谈 台湾人的认同问题 这问题是今天 18岁 手头足 到35岁 他们面对问题 所谓的天然读 于是我下周我预告 下周礼拜一礼拜二 我继续要找不同的心理学家 化学家 不同的学者来谈 台湾认同 我想我用意在此 回到我的主题 就是 台湾人在满洲国 我们还是 今天就稍微都专家中的专家了 祖龙 分享请 好 因为我们之前有谈过几次 关于满洲国的主题 那我们一直没有机会 谈一下溥仪这个人 还有他的一些背景 因为他的想法 跟满洲国的成立 当然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照片 溥仪呢 各位知道 他大概只有他一个人 一生当中当过三次皇帝 然后三次下台 那么事实上他从小 就是接受了 这个汉林大学士 陈宝珍 跟这个朱一凡的 这个教导 关于一些汉学 可是事实上对他 整个世界观 还有所谓的认同 当然他有他的认同 影响最大的 其实是这一位 那个庄士敦爵士 他是苏格兰人 那么他从溥仪13岁的时候 开始来教导他 包括英文 包括历史 地理 那个历史地理 不是中国的 是整个世界的 所以让他能够有一个世界观 那么在这个当中 我认为他最重要的是 接受到这个庄士敦 教他的什么讯息 是关于现代的皇权理论 也就是君主立宪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其实溥仪他不是 像我们想象当中 只是在宫中生活 事实上他的英文 非常非常的流利 怎么样的一个流利的方式 他在跟他的皇后 也就是婉容皇后 在做书信往来的时候 全部都是用英文书写 双方都是 那因为婉容皇后呢 他也是受西方的教会教育的 各位看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在这个1922年 12月1日 那溥仪呢 跟婉容 还有跟文秀 成婚的时候 在紫禁城的神武门外面 的这个景象 这边这些官兵 这些官兵 其实都是当时中华民国 这个北洋政府的官兵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 当时派了将近 两千五百人次的警卫部队 来协助这个婚礼的 顺利的进行 而且从国库里面拨出十万两大这个银子 那么大概折合现在应该至少有一千五百万台币左右 所以其实对他是非常非常礼遇的 那本来平安心说啦 原本大家就相安无事 虽然是个国中之国 但是就是这样子就过了 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个1924年10月份的时候 彭玉祥呢他就包围了整个北京 那甚至他为了表示说 因为彭玉祥是一个军武出身的 他为了表示说自己很厉害 所以呢他就下令要溥仪这个赶出 把他赶出北京城 而且坦白说在11月15号那一天 他是要求溥仪一个小时之内就要离开 那么溥仪呢没有办法后来只好赶快离开 到他的生父那边去 叫纯亲王府去 那么但是因为说真的 这些状况非常的危急很危险 各位看到这张照片 是当时这个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照片 后来溥仪就是到这里去 那么很多人都会去提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溥仪呢 他为什么要到日本的公使馆里面去 日本是不是有很多的阴谋 各位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是当时的这个日本驻北京公使 方泽千吉公使 事实上呢这个当中是有缘故的 那么因为在1924年在9月1号 日本发生一个很严重的关东大地震 在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呢 溥仪接到这个消息 他是一个有世界观的人 他就把他自己的一些金银珠宝 还有工中的一些珍藏 把他送去送到这个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 然后告诉日本公使说 你可以把这些钱变卖 我要来赠灾 这件事情让日本一直都放在心里面 所以当这个庄士敦 就是溥仪的老师 想要去这个寻求英国 法国 德国 苏联的政治庇护的时候 都没有成功 大家都不感受 只有日本公使感受 这个道理其实跟我们现在 在几年前发生了311大地震的时候 台湾对日本的震灾 这件事情到日本依然到现在都还记得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这些历史的前后因果关系 我觉得在这边必须要讲清楚 然后浦仪呢 在日本公使馆里面 这是浦仪在日本公使馆里面的照片 那这是公使馆的五官 那公使馆对他呢 非常非常的礼遇 那么但是因为北京 还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那么因此呢 就在这个1925年 那趁夜呢 就把浦仪从北京呢 送到天津去 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 好 我来延续佐隆兄的论述 我们今天周五在周一 我特别邀请黄光国教授 他是我们国内研究认同问题的 世界级权威学者 他的论述在全世界的各种英文的 各种语言的心理学的期刊 都是重量级的 他说今天的认同问题 不只学术性 台湾人也面临认同问题 他特别为此写一篇论文 给我们这个节目 叫做浦仪的墨镜与认同危机 浦仪在登基之前 做满足国皇帝之前都戴墨镜 特别注意到 但是当然皇帝你要阅兵 就不能戴墨镜了 为什么戴墨镜 我礼拜一谈一次 下周一我再邀请黄光国教授 做深度的历史分析 方法认为 然后要投到台湾的 所谓的天然独的认同危机 林全忠教授一篮 还有第二小时候 邀请尤卿教授 邀请罗龙刚牧师 但我还找一个三五世代的人 一起来谈 我希望找不同的人 从学术的 从台湾的三个世代的 从新生世代来看 认同问题 我非常注意台湾出版界的状况 请看这本书 当帝国回到家 战后日本的遣返与重整 这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 好 请看副题 他们是帝国的同路人 还是牺牲者呢 他描述 1945年8月15号 中战了 育婴放送了 在海外的 一百多万日本人 所面对 战后的遣返跟重整 那么这个帝国体制下台湾人呢 有在东北满洲 有在日本本岛 本土 有在海南岛的 有在菲律宾的 还有那个吕光辉 在印尼那个岛 吕光辉 最后的五四或最后的黄金 这些问题 最深层了解的认同问题 我的好朋友王华林先生 他我绝对没想到 原来他爸爸也在 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在满洲担任过 银行的类似的行长 他爸爸是一条大学 就是 以前叫日本商业大学 最好的大学的 好 他昨天前送了一本书 他看我们这个题目说 台湾人在满洲 奋斗的疫情 王熙中先生 那华兰兄 他本身也是一个 非常会收集资料的一个文史控 华兰兄 分享 你的观察 台湾人在满洲国 好 今天我先给各位介绍 这就是 老子人满地 满洲剃楼的总裁 这就是什么人 就是我们台湾 老子人 民政官的首长 包括厚藤新平 日本人都到新北 这个地区是什么 他的副手 说中村事工 然后柯木辣 又是孤独 这两个人 主要是医 因为他接地医 他没有孫 他知道团体要建设剃楼 剃楼 剃楼的时候很多官吏的中间的干部 所以他认为他以前没点台湾 所以他就请很多台湾 受过国庭教会的人来做管理 这个问题 因为这本人要学北京的困难 但是他知道台湾要学习 所以我们爸爸那时候受什么人推荐 就是这个安倍首相的外公 其实安心借的阿杰是我们爸爸的这个中文老师 所以我们推荐他去 这就是我这本车 有说到 这就是那时候全世界走最快的英文的十四公里 是一百三十公里 这张座 日本人说他们全体没看过 非常尴尬 这个名字叫阿杰国亚四亚号 机关车 后面有七十的车修 这里面就是最好的最好的 这些什么东西 就是食堂车 就是餐车 这个是最买车 特定的 叫做年博社展望车 这个是什么 这是台人的那个港口 台人这一本人接受到 他叫空洋年开始建设 这个二十年的中间 发展到这么大 这怎么大翻的 可以停四十台五千吨到六千吨的纯 那时候是全阿州第一大的香港 比香港、新加坡更大 这个白头 这个白头 那时候的记骸 各位 如果你有去叫他家人 家人古白头跟这个同样 那时候这就是 那时候 那时候 富裕要建设大阁 要去新加坡更大阁 那时候要去新加坡更大阁 这什么 这什么 这就是山坡更大阁 这就是团体的富裕的一个企业 就是这个地形的大河饭店 这就是对大河饭店 这个老顶在这里 这个老顶在这里 这个老顶放进去 那个中央工程 这就是刚才叫做中山工程 从这边开始 整个叫银行 这条先银行 这条就是说英国领事馆 顶顶上台南最重要的金融机构 市政府的这边 这条专业的导 这条是什么 这条是台南最老的一条鸡 他这条鸡是什么 就是年少店鸡 我说长盘桥 上盘 日本我说土基瓦 土基瓦 哈士 这个 另外就是说这个 这条鸡 这条鸡是跟这个土完全不一样 这条鸡是我们爸爸要回来 对万州要回来的时候 刚刚出版 刚刚出版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条鸡是什么 是南万州剃度主席 会社发行的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评几条给大家看 中间就是这四十九个中间 这是万州的农民 这四十九个里面就是说 总统说到 说这真难敌 这是这中村 要叫做新疆 新疆的这个 这个怎么 风中的价盟 这是中文人 他叫什么 他叫建设中的这个境 这就是关东军 司令部的价盟 这真正 普通都在切片 那一段我先介绍到这 王华兰兄为了追念他的父亲 他父亲是银行家 在 我现在知道 聊河口的银口 做银行的类似一个行长 现在叫行长 经营者 然后他为时把他爸爸所收集的所有的明信片风景历史资料 他原来出这本书来 追念他的父亲 等下会请他介绍 我的直觉 昨天交给我的 我昨天才收到的 他看了迫不及待 我说赶快送来 专人从温哥华飞 坐飞机 不习工本 让他知道说 有一位叫做 就是这位 杨振昭医师 其实他现在身体为何了 杨振昭医师 他们看了说 赶快让你知道 胡先生 你做的命题对了 台湾 满洲 一定有人到北美洲 没错 所以他把他回忆录写成 赤热太阳的阴影 一个人在满洲国 在台湾跟北美洲的回忆 没有错吧 没有就是认同问题 在认同问题里面有很多音乐的问题 我非常难得邀请到 这个音乐学者 林泰威先生 他自我设定 历史录音收藏家 他为此出版本书了 玩乐老台湾 玩乐老台湾 我看里面 吓一跳 他收集是古唱片 来 只要任何台湾长老教会的信徒 一定会唱这条歌 请拉近 华南兄你唱一下好不好 最好朋友就是压缩 最好朋友就是压缩 但是在牧师所做的 这个你要通关密 只要问说这条歌 中老教会没人不唱 你看我一定会唱 还有一条 不知道台湾可以唱吗 蚵鸟行政卿 蚵鸟行政卿 是台湾第一条流行歌 好 祖隆鸟行政卿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特别 蚵鸟无穿口 真的吗 蚵鸟无穿口 就是这个名字 蚵鸟无穿口 蚵鸟地条舞无穿口 哈哈哈哈 这样吗 对 对 我听过 有点街舞的味道 对 好我们听看看 好 啊我把你心心抱 你未想憨 想憨作戳 和好滴了你的心声 端端了你的年华 你把一生自言不言笑 想憨作戳 未免花花 你把一生心就换了笑 这大将未免太难 好 泰威 谁唱的 这个就是当年 台湾的最红的一个明星 叫李湘兰 他满洲国满硬的明星 台湾也红 台湾红得不得了 我大概有十几年的一个经验 就是会对台湾的这些 长者去做一些田野调查 包含了我们的音乐国宝洪一峰老师 还有譬如说像日本时代有一个音乐家 他是这种友中管弦乐团里面的团员 他叫黄赫松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长辈们 我们在田野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明星绝对不会被遗忘 就是李湘兰 我那时候会觉得李湘兰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让这么多后面我们去访谈的这些人 都念念不忘他的名字 那我们刚听到的这段音乐呢 其实就是李湘兰唱的 戒烟歌 好 那李湘兰呢 他是1920年代就出生的 那1937年的时候呢 他就进入了满印满洲印花公司 那他在这间唱片公司里面 他是其实是一个电影公司 好 那他在电影公司里面呢 他演了很多电影 那他演的电影里面都会有主题曲 他的主题曲 有可能日本会帮他发行 满洲的唱片公司 国乐会帮他发行 那到台湾呢 他也会来巡回 所以1937年那一年呢 李湘兰进入满印了之后呢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喜欢追随 那1937年对台湾人来讲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那一年呢 在台北的公会堂 就是现在中山堂 也开始放映电影 还有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 叫《望春风》 也在1937年这部电影开拍 因为这首歌太红了 所以他们就帮他设定很多脚本 然后从《望春风》这首流行歌的 这个歌词里面去延伸 然后就做了《望春风》的电影 那时候李湘兰进入了满印之后呢 其实就在整个满洲的各大媒体里面呢 就占了很大的一个重要性 1941年的时候 他首度来到台湾 然后也造成了非常多人 最新的一个风潮 那最新的这个风潮呢 其实不只是在台湾 在满洲 在日本 在中国 其实都一样 就他们都认为李湘兰 就是一个世纪的宠儿 一方面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美貌 然后他又会演又会唱 他本身用《女高音》的这个方式 去诠释了非常多的歌曲 那我觉得就是李湘兰 对于我们这一辈的人来讲 也许我们认识李湘兰 是透过张学友 因为他有一首歌曲 就叫做李湘兰 那我们一直对于这个歌手 就很好奇啊 他到底为什么当年 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 那所以我自己呢 就是收集了这些唱片了之后 我才发现李湘兰的唱片 真的太容易找了 因为他真的就是 我们到一个一户家庭里面去搜 然后我们我们到 到到到到跳舞市场 很容易看到李湘兰的片子 因为他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红 台湾对我们年轻世代 不知道李湘兰 但是我相信只要六七十岁以上 都知道李湘兰 你把那个照 你带来照相 照片跟大家分享 好吧 来 请 好好好 李湘兰他实在是太红了 所以你看 因为他是满印的明星 所以有这个叫做劳毒眼药 请这个电影 电影明星之良伴 来来来那个代言蜜油水 那为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电影员在强光下射片 最容易引起目击 自从用了这个眼药之后就好了 这现在叫自入性行销 对对对 那因为他拍了很多电影 然后电影都以前的电影 还有这个美光灯 而且那个美光灯还是会那种 会爆炸那种的 对对对 所以李湘兰就在很多个面向里面都很红 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演过的电影 比如像这个《知纳之夜》 《知纳之夜》 对对对 这歌也很有名的 我相信大哥应该会唱 他其实是在日本发行的 那他很多地方都很红 那我们看看他还有很多的照片 这个帅漂亮 对啊都很漂亮 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无死角 当年的无死角的一个女明星 无死角 对对对 好那其实这个呢是来自于当年 其实包含唱片的一个歌词 那这个歌词的封面就是李湘兰 其实这个《冤魂复仇》呢 它就是一部满英的电影 这《冤魂复仇》当年也在台湾各地上映 我们有看到那些照片 真的都是万人空相 他甚至在日本造成了一个名词 叫做七圈半 他在日本剧场演出的时候 排队的人融绕了整个剧场七圈半 对 所以这个就是当年最红的李湘兰 好这是我们刚听到的 接言歌的唱片 接言歌其实它是 它是万事流芳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那它是在满硬拍摄的 不过却是上海白带帮它发行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 刚才这个台湾讲到七圈半 华兰兄跟我都基督徒知道的故事 当约书也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上帝说你不用职工 你就绕这个城绕七圈半就垮了 我不知道 真的七圈半 所以那个电影就是绕七圈半 我觉得这个比喻是 我马上想到圣经的比喻 绕七圈那城城就垮了 人的心房就垮了 我要再领赏一段音乐 来 第二首 一朵开来 沿洋光 一朵开来 沿洋光 三尾希望 真髋开来 所有计划 so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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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等一下再请你回来谈 中华民国的白光 这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在南京的汪精卫政权的白光 等一下回来谈 左龙来看 我们大家看 这是整个那时候满洲国的乡土 你看满洲铁道图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满铁怪不得 我后来发觉到我在教会界有一些前辈 台湾医生都到满铁 比如说某个医院做院长很多 满铁沿路上很多医院 大部分都台湾人在做医院 我现在才知道 所以台湾人在满洲国 再回到这本书 当帝国回到家的时候 台湾人在哪里 我非常感动这本书 真的是我们节目播出以后 专人从加拿大温哥华赶回来说 这个礼拜我要让大家知道 有这个事情 那我非常感动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 在整个海外引起不同的连依效应 左龙请你分析 是 好 刚才台湾医生提到这个满铁 那各位看一下这就是满铁 满铁当时是整个亚洲最大的制片厂 占地五万品 所以很多明星 还有很多的摄影家 包括台湾这边的很多的导演 也到那边去发展 刚刚提到李向兰 那我们看一下满洲映画 他们所出的这个杂志 每个月的杂志就是李向兰 那么好 我们很快的看过去 李向兰另外一张照片 这也都是非常李向兰经典 三口数值经典的照片 那么他当时呢 就是用蜜月快车这部电影 一炮而红 这个照片大家看 我必须讲说这风情万种 所以刚才台湾医生提到说 无死角 无死角演员 不管哪一个角度都OK 这样子 每个角度都好看 对不是说什么左半脸右半脸 这就是很漂亮 从后面也好看 全方位 360度 这是李向兰在 刚才提到1941年来台湾 造成轰动万人空巷 然后1943年台湾总督府邀请他来拍 各位我们之前提过的杀韵之中 杀韵之中 杀韵之中 上面的这个剧照 那么拍完杀韵之中之后 有一段有趣的事情 待会跟各位报告 这是拍完杀韵之中之后呢 李向兰呢 这个就往从 从这个物色那个方向 往南部走的时候 的过程当中所拍摄的这个照片 那么其实 林献堂 本来跟他约好说 你从物色嘛 来我台中家 我要请你吃饭 结果李向兰没有去 那个林献堂是李向兰的粉丝大 重量级粉丝他没有去 他去哪里 他到了台南 他到了台南 去这一位先生 这位先生我们已经忘记他了 他叫刘纳欧 在这个日本时代的这个作者 作家 翻译家 还有鲍人 那么刚才不大可以提到 中华民国的南京政府 就是汪精卫政府 他在南京政府那边 那个时候的国民新闻 当社长 这个这段是一个历史公论 但是在19 这个快要2000年的时候 李向兰曾经接受过一段访问 他承认他跟牛纳欧 两个人这个感情胜毒 有一本书叫李向兰的恋人 就讲他跟他的感情故事 有中一本 日本人写的 对不对 然后李向兰没有正面说 对他跟我今天是情侣关系 但是他有说 我跟他的感情非常的好 那么结果这个刘烂奥先生 他就在这个1940年的9月3号 在上海的路上 被国民党的特务暗杀掉 所以李向兰在43年 回来台湾拍完片之后 他为什么没有接受 林宪堂的邀请 就是赶到台南的新颖 去帮牛纳欧上香 到他家里 这一位是牛纳欧的妻子 各位可以镜头 可以近一点看一下 这个是李向兰 这个是牛纳欧的母亲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 这表示李向兰是非常 重情重义 很重感情的人 是 这一点让我非常崇敬 是 好 黄南兄 这本书是为了你追念你的尊翁 王熙忠先生 你爸爸在 也在 听说尊翁也做过满帖 满帖什么调查课是不是 课长 那跟日本关东军的军情部门 一定有关系 有 你爸爸还没有说过情报的训练 有 所以我爸爸可以乘买 他有那个正式 乘买 塞立府 塞那个主动车 所以他是当车主动车 学校 逼买 所以有受过关东军的 军情局的训练 还可以发电报 所以我现在可以 摩斯 摩斯点 这是你爸爸带回来的明信片 是不是在满中国工作的时候 来分享 这个就是 那个启动心 那个奉天 现在的沈阳 红天 那时候的这个 ヤマトホテル 因为每四个 较大的都市都在ヤマトホテル 就是大河饭店 这就是最流行的 先你去土地 千日丁 千日街 这 那里 那时候乘乞车 这非常流行 这就是那个 车门和电车 那时候已经有电车 电车 这个 这个就是 日本 我们知道 已经注重 环境的卫星 这个就是 环境卫星里面 特别注重 这个就是 原土 这就是 它后面 就是它的净水池 头上 必须是 江湖 或者 吉尾达口音 千代田公园 这就是 这就是东北奉天的北陵 北陵 这就种一些 日冠前这的 红帝 努尔哈赤 他们这的 红帝 这的陵墓 因为这有的 时候就破坏 所以 这种土是 唯一 那都是 有彩色的 专业的土 这还有 标 标 这个 记号出来 来 这就是 中村新竟的 赤头 你看这 这么厉害 这赤头 先 去 那个 堡楼 这就是 那时候 最有名的 这就是 三井中 霸灰 这就是 空中 灰灰 这就是 我们知道 每一时候 它 开头新的土 所以 需要 霸灰公司 所以 这就是 新的霸灰公司 另外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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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有些时候 集的丁 这就是 日本人的 生理店 这就是 那时候 新建的 国务院 建牌 这是 风中 车都买进去 这就是 那些公厂 这就是 我们中国 建国十年时 做一个 大的 集会厂 这非常建牌 这就是 中方人 一间 做北京 那就是 生人 万一国 比这次 生人 台湾 国家 多 这就是 意大利的 公国 都有 二十八个国家 台湛 范地区 也有生人 范地区 最早才认 这就是 里面 口大妈 口音 儿语公园 纪念 那个 中道 你的 尊王 为什么 动乱 时代 回来 不得 在 民性品 回来 为什么 我们爸爸说 炸钱不止炸钱 钱也开掉 这应该 给我们 怕孙 所以他要 过心 进行 他说 阿南 你如果 可以 要出 一本 出 让 怕 怕 孙 孙 弃过 蚌子 的人 因为没人 带这回来 走路就不够了 对对对 我们爸爸千辛万 口把这 带回来 好 法兰兄 他就出这本 台湾人 在蚌子 中国担保 我会介绍出版社 给你出 能够定心整理一下 我 我刚才一个问题 你刚才回答 你老爸在 蚌子 工作的时候 有刚才这个 林董问题吗 台湾人 日本人 中国人 有这个 困难吗 危机吗 林董危机 因为 因为 他 危机会比较高 所以 日本人 来当作 日本人 会到中国 这些就有讲 因为我们爸要去调查 带牌 那些是中国人 我们说中国人 他说 我们都是兄弟 我们爸说 你会讲 北京话 我们都是兄弟 因为要工作胜 但是 你是 真正的台湾人 因为台湾人 有正义感 他说 有个台湾人 会去 打小报告 三角 三角 但是我们爸是基督导 他说 你们这个姓附层 正好 我可以这样说 你们老爸 不管在桌上 尊王 都在做一个台湾人 做公平 在认真 打拼金 在庄庄 可以这样说吗 这就是台湾人 这就是我 要说的主题 台湾人 在我们中国 我最重要的 其实社会教育 你也说 最重要的是 我是台湾人 来 我们来听一段 白光 白光 听说他爱上 音乐家 江文艺先生 听说 不可考 但是我们来 先领赏一段白光 再请台湾人 来解释 音乐家 云儿跳在海空 云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 晒一望 像年吹风了 到航空 潮水上浪花涌 我们刚刚所看到 都是王西中先生 从满洲带回台湾 然后他第二代保存下来 他里面的明信片 真是非常精美 都是彩色的 我想利用最后几分钟 是不是请台湾把 你刚刚所 都是明信片 都是华南兄提供 那音乐 白光小姐 请 好 白光小姐呢 我们可能最为人知的 她应该就是一个 女低音的角色 但她最早奇迹 是在满洲的国乐唱片 来出道的 所以她唱的时候 一刚才她是女高音 后来她还觉得说 李湘兰唱高音 周旋也唱高音 我来唱低音好了 所以她才往 低音的方向去走 那事实上呢 她在满洲时期呢 那时候她还在日本念书 那她已经进入了 满洲的唱片公司 那她同时也在 日本的Colombia唱片公司 录营 白光呢 因为她在满洲也很红 那根据 常家呢 他们特别 做出来的一个 统计呢 当时的明星里面 曝光率最高的 就是李湘兰 第二个就是白光 她甚至比其他的满洲明星 曝光率更高 那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李湘兰呢 还有白光 还有江渭 其实他们在满洲 进行了一批很特别的录音 我大概念一下她的名字 有新明慧会歌 新明慧其实是台湾人 在海外的一个 一个爱台的组织 那他们还有包含 新明慧的国旗歌 还有白光也唱了 新明妇女歌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 没有听过的录音 但我们也期待来 透过这个节目 也许未来真的有一天 这些录音可以空运回来台湾 我一定非常认真的 把我们这些 真的非常杰出 专家中的专家 这都是台湾历史研究学界 找到的资料 这太重要了 有照片 有明信片 有史料 有很多黑胶上片 这才是真正的庶民的史料 我有所感 我们未来会不断的探讨 那各位会想说 满洲国早就灭亡了 是啊 灭亡了 但这舞台上的台湾人在哪里 我证明了 台湾人在满洲国 台湾人在满洲生活间 这对夫妇 就终老于美国 我再次证明 Shadows of the Crimson 赤热的太阳下的阴影 你看这是由第二代的 一个叫Julie Lin 一个林小姐所 他们就是 等于是加拿大第二代所写的 台湾人第二代 讲得很好啊 赤热的太阳下 过去是大日本帝国 现在是中华的民共和国 那个阴影 没有错吧 就是认同危机 我要凸显认同危机的问题 所以我们跨过春节 我们还会谈那个中战问题 继续探讨 要请年轻人 我也继续探讨 台湾人在满洲国 来看看 不同的书出版 华南兄很客气 他并没有介绍他这本书 我会让他这本书 早晚在出版界 我希望能够比较 重新编排以后 用很专业方式来出版 最后我们来宾之一的 林泰卫先生 透过左龙兄的介绍 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 有学员派的研究者 但是有很多民间人在研究音乐 我还以为本来这是 给日本人看的书 叫做玩乐老台湾 结果是 坦白讲就是音乐史 音乐史 我就引用 台湾兄 在这本书的导言一句话 大家分享 从摄影 从照片 从音乐艺术 我们刚才说歌谣 都可以重新了解历史 如果我们不知道 过去台湾的音乐 发生了什么 其实也不会少一块肉的 不过若愿意透过 那个时代的眼光去探索一番 那么就有可能被一个 旧的时代 启发出新的概念 实验的大胆的 熔烈的 自然而然 露出全然不同的音乐粉 他承诺的是另外一个 时代的旅行 是新旅行 新的旅行 感谢台湾华南跟左龙 我们过完年以后 我们继续探讨 这个非常重要的专题 台湾在满足国 谢谢 谢谢国大哥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